以西节书第十一章 灵把我提起来 带到耶和华殿朝东的东门 在门口那里有二十五个人 我看见他们中间有人名的领袖 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 和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就是图谋罪孽 在这城里设恶谋的人 他们说 建造房屋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城是锅 我们是肉 因此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 要说预言攻击他们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他对我说 你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 你们口里所说 心里所想的 我都知道 你们在这城里杀了许多人 是街道满了死人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弃制在城中的死人 就是肉 这城就是锅 至于你们 却要从城中被赶出去 你们惧怕刀剑 我就是刀剑临到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把你们从城中赶出去 叫在外族人的手里 我要向你们施行审判 你们必倒在刀下 我必审判你们 直到以色列的边境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 你们也必不做其中的肉 我必审判你们 直到以色列的边境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是因为 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也没有遵守我的典章 却效法你们周围列国的习俗去行 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 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死了 于是我脸浮在地 大声呼叫说 哎 主耶和华 难道你要把以色列 余生的人都进行毁灭吗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论到你的兄弟 你的亲属和以色列全家 耶路撒冷的居民 曾经这样说 他们远离了耶和华 这地是赐给我们做产业的 因此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虽然把他们 远远地迁到列国之中 使他们分散在各地 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各地 占坐他们的圣所 因此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从万族中招聚你们 从你们被分散到的各地 聚集你们 把以色列地赐给你们 他们必回到那里 也必除掉那里 所有可厌的偶像 和所有可赠之物 我要把一颗心赐给他们 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从他们肉体中 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遵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殿章 这样 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 我必做他们的神 至于那些心中 随从可厌的偶像 和可赠之物的人 我要把他们所行地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后 基督伯展开翅膀 轮子都在他们旁边 在他们椅上有以色列 神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 从城中升起 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灵把我提起来 在异象中 借着神的灵 领我到迦勒底 贝鲁的人那里去 我看见的异象 就离开我上升去了 我就把耶和华 指示我的一切事 都说给贝鲁的人听 谢谢大家